大家好,歡迎又來到Family Defo的時間 今天想和大家探討一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有些時候有人分享他們的想法 我們會比較容易接受 但有些時候呢,有些人分享 我們就會自然想騙拳頭 難道這個就是陳冠希和阿叔的分別? 其實不是的 在溝通裡面,怎樣去陳述一個事情 絕對會影響他的結果和效果 而且這是一個可以學習的技巧 好,那我們一齊看看經文怎麼說 珍言十八章二節 愚昧人不起愛明節 只喜愛顯露心意 因為他講 蠢的人就不喜歡去明白其他人 他只會顯露自己的想法 將自己在心裡想的一論序就說出來 馬帝福音七章一節二節 你們不要論斷人,免得你們被論斷 因為你們怎麽論斷人 也必怎麽被論斷 你們用什麽良氣良給人 也必用什麽良氣良給你們 這裏說我們有時候說話 好像在論斷其他人 其他人會覺得 你怎麽是這樣想的 覺得你是很無斷 我們要迴避這些態度 我們都會遇上一些時候 想要說一些說話去挑戰對方 或者指出對方有些錯誤 這些說話很有機會令對方感覺到很不舒服 當我們急於要表達自己意見的時候 對方有機會只聽到我們的一些指責 又或者覺得我們很論斷、很折承 例如是什麽呢? 有些時候我們在對話裏面 越說越有火 為什麽是這樣的呢? 原來我們把意見和事實 拌亂了 混亂了 我們以為是說事實的時候 原來這些只是我們的意見 令到接收者去聽的時候 就感覺到很不舒服 接收者只是聽到你的情緒 而不是你原本想要表達的事情 接下來有一些例子 你能不能分別他們 哪些是事實 哪些是意見呢? 哇!媽媽剛剛買回來的榴槤 好臭啊! 嗯!兒子很努力讀書 所以他考試能夠得到門訓 爸爸出門的時候 都不幫忙扔垃圾的 女兒覺得香港的教育 令到每一個學生的壓力都很大 表哥就覺得在Home Office是較好的 因為可以節省一些車費 節省一些善食費用 其實分辨事實和意見 不是對每一個人都那麼容易 我們首先要學走 如何把兩個東西分開 那什麼叫做事實呢? 事實是客觀的 無論誰說出來 都一定是最少爭議的 例如是 事情的綠河 現在新款的旗艦手機 大約是港幣1萬元 榴槤是有獨特的香氣 在家裡工作可以節省一些車費和善食費用 而什麼是意見呢? 他是主觀的 和你說話的人的情緒 或者價值觀是很有關聯的 但是不一定建基於事實 一些情感 喜悟 價值觀 耶穌應該很帥 嘩! 榴槤很臭 HOME OFFICE是較為好的 考試得滿分是因為努力讀書 如果我們將剛剛的故事的開頭 調一調轉 改為先去陳述一些事實 再去表達自己的意見的時候 效果可能很不一樣 喂! 阿女! 你去廁所整四十分鐘了 其實其他人都還要用的 因為你有些耐 可不可以快點啊? 好像真的有些耐 爹地也只有你 因此 當我們想要給別人建議 或者去挑戰對方的時候 我們首先說出事實 大家都認同的一些事實 再去講出你的意見 那這個格式 很有可能會改善你溝通的質素 以下是一些家庭討論的時間 希望你也可以用下面的題目去練習一下 如果你能夠掌握到 意見和事實 將這件事去分辨得到的時候 我建議你們去進一步的家庭練習 試一下運用今天去講的格式 去跟家庭成員去表達一樣 理想他們接下來做得不同的一個地方 先說到這裏 今天就把時間交給你們了